发门 随机诗话 诗是摄诗 话是教话 众生根基不一样 虽然是第一殊胜的发门 他要是没有善根 他不能接受 他不能相信 能够接受这个发门 一听就能接受 这是善根佛的无比深厚的人 这是我们在无量寿经上 才明白这个事实 过去没有细细研究无量寿经 这个失踪在我们心里都是一个问题 都是一个疑问 到读了无量寿经 这才明白了 才知道这是一回什么事情 原来这个发门一听就相信 过去身中 那是无比的深厚 因为经上我们看到一个例子 阿世世王于无比的深厚 阿世世王于五百长者子 过去身中曾经供养四百亿佛 以这样的善根 人对这个发门 对这个发门还不能发心求生 那么由此可知 今天一个人听到这个发门 就能一切放下 老实念 求生净土 他对善根超过阿世王子 换一句话说 过去身中供养祝福如来 超过四百亿 这不是普通人 弥陀经上说 不可以善根佛得 因缘得深必过 所以我们自己要珍惜这个因缘 我们能信能愿 换一句话说 我们过去身中这个善根佛得 绝对不是阿世王子能够相比的 这一生有机会闻到这个发 这是因缘 所以是决定的神 无量界的生死轮回 在这一生当中 就可以跟他告别了 这一生 我们在这个世间 最后生 下一次如果再来 是成愿再来的菩萨 不是凡夫了 那大大的不一样了 所以这个因缘要珍惜 要小的不容易 那么佛得与 根 这个善根 没有成熟的人 这才用种种大臣 二臣来教讨 无非是培养他的善根 培养他的福德 没有大善根 大福德 这是不能接受的 所以今天有许多好心的好心的同修 多生多生多疾 他这个善根会缺着用的 会献些 所以我们缺 一定要缺 信不信 不要在意 他要能信 我们赞美 他的善根成熟 他不相信 我们也喜欢 善根重了 没成熟 小的这个道理 我们自行化他 真正是发戏充满 好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地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